此刻,在这东风山下存在了一处洞府,这洞府比孟浩居住之处好上太多,可以说是整个靠山宗内外宗弟子的最好洞府,堪比内门弟子府衙,其内也有一口灵泉,但却不是半干枯,而是鼓鼓而流,浓郁至极。 整个靠山宗外宗弟子能有资格住在这里的,只有一人,他就是靠山宗天骄,王腾飞。 此刻一身白衣的王腾飞盘膝坐在其洞府内,神色平静,看着前方跪在那里的陆轰,陆轰面色苍白,身子颤抖,已被孟浩彻底废了修为。 还请王师兄主持公道啊,此人狡猾多端,没有如王师兄预料白天里逃走。 陆轰跪地,低声开口。 他每次看到王师兄,都有种对方完美的不像凡人之感。 这种感觉,随着这两年对方修为越来越高,于陆轰心中更为强烈。 若他逃走,便是盼了宗门,我随意安排个人,就可以请他杀了。 许久,俊朗如整个人完美的王腾飞,微笑开口。 他笑容心和,让人看了后,会忍不住产生亲切之感。 话语中的轻描淡写,更是投出一股说不出的高贵之意。 陆轰没有说话,满脸恳求,跪地磕头,身子不断颤抖。 罢了,此人出手狠辣,的确该小做警告。 就麻烦上官师兄走一趟,不过,看在许师姐的情面上,莫要为难他了。 让他明白,自行散了修为,送出预保,自展一手一脚,算是给陆轰你道歉,可好。 王腾飞温和开口,仿佛靠山宗内的一切事情,他一言可定。 孟浩的修为也好,手脚也罢,他只要开口,似乎就不属于孟浩了。 此刻笑容依旧亲和,完美无瑕。 多谢师兄,此人心肠歹毒。 陆轰咬着牙,泪心狠毒。 那就逐出宗门吧,荒山野岭,自生自灭。 王腾飞淡淡开口,摇头微笑,仿佛这种小事对他而言微不足道。 此时此刻,在南风洞府内孟浩盘膝坐在那里,望着手中的翠玉葫芦,神色阴晴不定。 自存,此战结束,再加上为迈入宁气四层,他耗费极大。 如今,已所剩无几,索性得到这宝葫芦。 他入靠山宗以来,看似一路顺利平坦,可实际上是他以聪锐换来。 若是换了其他人,当初第一次发丹药时,就有生命之危。 此后,尽管有同静护身,更有玄妙变化之法,可紧接着便有人贪心动服,赵师凶弱不死,孟浩处境堪忧,甚至身家性命都无法自主。 那是他第一次杀人呢。 而后,若没有杂货铺的生意,孟浩也断然无法走到如今的程度,顺利风光的背后藏着唯有孟浩自己知晓的艰辛。 但如今,这一切如暴雨欲来,眼前这翠玉葫芦,让孟浩沉默了一天,想起身为外宗第一人的天骄王腾飞,想起那俊美超凡的师兄,孟浩觉得如有一座大山压在身上,让他喘不过气。 白天里,他也想过逃出宗门,可他很清楚自己不是杂役,已晋升外宗弟子,也明白,一旦逃离,等若叛门。 定会引出宗门长老出手,是必死无疑。 我若早就知晓,陆轰背后有王腾飞,哎,孟浩难难,但很快目中露出坚毅。 我一样会对此人出手,我若不出手,他也定会杀我,不是我逼他,而是他逼我。 无论如何,这仇怨都会结下,除非我孟浩最早遇到曹阳时,就甘愿被他抢夺,不敢还手。 否则的话,依旧如此,就算杀人,最终因杂货部的生意被人眼红,都会如此结果。 孟浩眼中金光一闪,默默地看着洞府,神色露出阴沉。 可惜许师姐已闭关啊。 孟浩沉默,他费了陆轰修为后,第一时间去寻许师姐,结果被内宗告知,对方闭关,不便打扰。 这翠玉葫芦。 此葫芦威力极大,尤其是孟浩尝试之下,以自己修为催发,竟可爆发出让他怦然心动之力。 看其样子,似可撼动宁气五层,但却不知为何无法放入储物袋内,只能挂在身上。 唯独可惜的是,孟浩如今灵石不够,都耗费在了突破宁气三层之时,难以将这葫芦复制。 此地宗门不是凡尘,动辄生死,这葫芦交出,若可免于一劫,也只能交出。 孟浩有些不甘心,可却没有办法。 内心沉吟之时,外界夜深,可突然的,从关闭的洞府外,木然间的,有阴森森的声音,悠悠传入洞府内。 本人上官送,持王师兄法令,孟浩,你速速打开洞府,跪拜相迎。 这声音极为阴柔,使得洞府内仿佛都一下子阴寒起来。 孟浩双眼一闪,抬起头,神色没有丝毫意外,显然早就料到了会有人来。 夜深不变,师兄有话,直说就是。 孟浩沉默片刻,缓缓开口,声音传入洞府外。 好大的架子! 府外冷横之声,带着明显的不悦。 孟浩没有说话,保持沉默。 不开洞府也罢,传王师兄口谕。 孟浩,你身为外宗弟子,不一心修行,扰乱低阶公开去,同门远生再道。 为人更心肠歹毒,但念你年幼,思醉可眠。 交出玉宝,自费修为,自展一臂一脚,逐出宗门。 从此,不再是靠山宗弟子。 音森的声音落入孟浩耳中,尤其是后半段话,一字一字落入孟浩耳中。 他的面色随着话语越来越阴沉。 到了最后,孟浩抬起头,目中露出了愤怒。 王师兄法令,可比门规不成。 孟浩忍着怒意,沉声开口。 王师兄的口谕就是门规。 明日清晨正是放单之日,你于广场内向路轰跪扣道歉,听后发落。 洞府外之人根本就不在意孟浩的思绪。 话语说完,打袖一甩,转身离去。 孟浩沉默,随着时间的流逝,直至凌晨之后,他双眼已弥漫了血丝。 想不到丝毫办法,显然,对方不但是为了那翠玉葫芦,更是要自己残忍灭杀。 只不过披着仁慈之皮,但废了修为,又断去手脚。 逐出尸门后,外界荒山一片,自己没有丝毫生机啊。 怎么办呢? 孟浩紧握了拳头,目中血丝更多。 隐隐间,一股自身弱小的感觉,强烈地浮现在了他的心神。 让他第一次如此渴望自身强大起来。 只有自身强大,才可以不被如此欺辱。 沉默了许久。 难道,真的只有逃走一途? 孟浩猛地抬头,眼中露出果断,才起身走出洞府。 可就在出了洞府外时,孟浩脚步忽然一顿,脸上露出迟疑。 不对。 孟浩低头深思片刻,目中露出决然。 转身重新回了洞府,盘膝打坐,闭目不语。 第二天清晨,孟浩睁开眼,眼中带着血丝。 这一夜,他没有吐纳,而是在思索。 只是修为的低弱,使得孟浩想不出任何办法,除非是叛宗逃走,离开靠山宗。 但这个办法,孟浩不相信对方想不到,一旦逃走,一样是死,且死后还要背着叛宗之名。 随着洞府外,传来阵阵中鸣之声,这一次放单之日的到来,孟浩明白,就算是不去,就算是躲在洞府内,依旧躲不过这一次的浩劫。 弱肉强食,一切的错,使我修为太低,但此事我不后悔,难而在世,不可忍时,就绝不能忍。 沉默中,孟浩轻叹,他已被逼到了极致,没有任何退路。 此刻,神色反倒是镇定下来,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衫,看了看四周洞府,默默地打开了洞府大门,看着外界的蓝天碧海。 伴上后,孟浩脏迈步走出,可还没等走出几步,他似有所查,回头看到身后的丛林,那里此刻走出一人,正冷冷地望着自己,没有逃走,倒也不傻。 此人一说话,孟浩就认出是昨日的上官宋,他没有离去,而是在这四周等待。 且此人,孟浩见过,正是当初在东风看到的王腾飞身边的同门之一,其祖是宗门某个长老。 显然,昨日一夜,他就在等着自己逃走,一旦逃走,背叛尸门,没有丝毫活路。 孟浩转身,向着外宗走去。 上官宋冷笑,墓中露出了机缝。 昨日夜里,他的确没离开,且已暗中拜见了其祖上官修。 一旦孟浩夜里要逃走,就落入到了他的圈套之内,到时对方会死得极为难看。 一路上上官宋随着孟浩。 所过之处,外宗弟子一个个地在看到后,都露出了不同的神情。 隐隐都仿佛料到了什么。 不但没有什么怜悯,反而大都是看向孟浩时,带着嘲笑之意。 不多时,孟浩来到了外宗广场,这里九根柱子光芒缭绕,四周外宗弟子全部到来。 孟浩一眼就看到了在远处被人群围绕簇拥的白衣男子王鹏飞。 他站在那里,阳光落在身上,使得白衣圣雪,一头长发披肩,如画中仙人,完美无瑕。 让人忍不住生起向其亲近之意,如天地宠儿。 他此刻正温和地向四周弟子说话,无论对方是什么修为,他都满是亲和。 时而点头,时而还指点修行,使得四周弟子看向他时都露出了尊敬。 尤其是那些女弟子,更是一个个痴情地望着,仿佛恨不能永远地站在王鹏飞的身边。 在他们的眼中,王鹏飞的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他们痴狂。 就连高台上如今已到的宗门长辈,都含笑望着王鹏飞,神色满是赞赏。 可以说,王鹏飞所在之处,无论是哪里,他都永远会必不可少地成为中心。 他的俊朗,他的温和,他的完美,在这一瞬,化作了刺目的光芒,灼烧着孟昊的双眼,让他死死地握紧了拳头。 随着所有弟子都已经到来,随着这一次放单结束,至始至终,温和亲切的王鹏飞没有去看孟昊一眼。 即便他知道孟昊在望着自己,可依旧如此,如大象被蝼蚁凝望,自不会去低头对视一样。 直至放单结束,四周九根柱子光芒渐渐消散,王鹏飞温和的声音,在这一瞬,弥漫在了四周。 拿来,简简单单的两个字,可在传出的刹那,立刻四周之人纷纷一愣,看去时,立刻注意到王鹏飞的目光渐渐地落在了人群内的孟昊身上。 孟昊身子一僵,盯着王鹏飞,他感受到,在这一瞬间,整个广场上所有的外东弟子的目光,都刹那凝聚在自己的身上。 身边的修饰更是快速倒退,使得孟昊四周一时之间竟空旷起来。 一种孤独的感觉弥漫孟昊心神,仿佛在这一刻,整个世界都将他抛弃,只因王鹏飞的一句话,如同将他推到了世界的对立面。 没有人说话,此刻,整个外宗所有弟子都在望着孟昊。 王鹏飞的名气太大,他的话语如今还在回荡,落入众人心神。 少有人会有意外之感,因昨日之事已彻底传开。 实际上,昨日此地有不少人都已猜到这样的结果。 就连高台上的宗门长辈此刻也都没有离去,而是低头看向孟昊。 宗门规定,抢到就属于自己。 孟昊一字一字,似极为艰难地开口。 他知道自己这句话,在对方看来是充满了弱小的可笑。 甚至大可以以此反击自己,可孟昊还是这样的开口。 孟昊也明白,自己本可以直接拿出翠玉葫芦给王鹏飞送过去。 趁此苦苦哀求,当着这么多人面,王腾飞应该不会拒绝,大不了小成一番,可修为或许还可以保住。 若他哀求更浓,甚至跪下磕头,自己承认了错误,不再以一切羞辱,甘愿作见自己,今日应可化贤。 但这种事,孟昊做不到,说他傻也好,说他倔也好,可他就是做不到。 哪怕明明知道今日大劫,可他依旧做不到去求饶,做不到去屈辱自己,做不到去跪地哀求,他做不到。 他有骨气,有气节,天地之势并非生死最大,有些时候,人活得一口浩然之气,才是这世间永远不可弯曲,永远不可摇摆的尊严。 所以他要一字一字的开口,哪怕面对着如大山般的王腾飞,哪怕今日大劫,哪怕此刻他成为了此地世界的对立面,哪怕他如今孤立的四周,没有任何人靠近,可他依旧还是要带着尊严,抬起头,说出那句话。 这,就是他梦好。